人權監察 人權監察就講了外國保障創作那些法例的具體例子 我亦都聽到王先生剛才說 他說處方是會一直留意外國的最新發展 去確切保障的一個平衡 但是既然你沒有一個確切的平衡點的時候 最應該做的就是不要動 你找到一個確切的平衡點 又保障到業界的利益 但是亦都保障到創作言論表達的自由 你才去做這條法例 我就希望處方你就慢慢回去 再做一些資料搜集再看 另外我就想回應青台姚仲康先生 其實你剛才說的那個是很好 這些再創作 政府或者現代網友叫做惡教 但其實有一個很深厚的文化根基 你用英文和政府說 他們就會嚴肅一點對待你 有兩個字 是十八世紀之前已經有的 一個叫Belisk 一個叫Parody 如果我們產起這些再創作的話 我們是不是連這些字都沒有了 因為沒有這些情況出現了 還是只是擁有版權的自己 才可以有權再創作 或者是它整個商業圈子裡 自己換來換去才可以再創作 但是你普通人的二次創作就沒有了 那主席我就想問官員 一個是法律的問題 一個是文化的問題 那我也請黃先生回答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香港要做創意工業 那很多創意工業不是 你自己在政府裡邊推 是在民間那裡自己發展 民間那裡自己搞很久 那就慢慢就有人 搞得出一個名堂 然後就會成為一個商業的組織去做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這麼快 已經用法例去堵塞所有這些可能性 其實是會成為一個壟斷的局面 那請黃先生答一答 其實這是政治文化經濟都有的角度 黃先生 黃先生 我想重申一點 就是在新的範例之下 一些限制和門檻 其實跟今年一樣 今天我們看到的事情 如果發生了沒有認責的話 明天也會繼續發生 也不會有認責 這個是我們確切相信 我們是很小心地存在法例的事 我們是看過 剛才早一點提到九十二條 九十二條說的精神權力 我想簡單地說 那個基本上是文字的東西 細節我們也會書面提供 那個不牽涉任何應責的東西 請大家放心 我們有一個議員